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的头条是 太阳花学院领袖陈维廷 报出在就读大学的时候 曾经犯下了两起性骚扰案 自由时报则是国民党党产的相关报导 再来看到联合报是说 两税合一,鼓励扣抵律减半 预定明年1月实施 而民进党立委今天将要召开公厅会 打算要翻盘延后许时 了解完了三大报的头条之后 再来看到台湾高铁面临破产危机 交通部日前提出财务改善方案 并且将最后的执行期限定在今年底 眼看这时间就快到了 现在方案还卡在立法院 高铁局已经着手准备 明年高铁破产后 政府的接管手续 出估政府可能得花七千亿元 高铁面临破产危机 但财务改善方案却迟迟没有过关 交通部高铁局已经展开B计划 规划政府接管高铁的程序 等明年三月特别股判决定业 高铁宣告破产后八十天 政府先承担三千零八十三亿的债务 然后进行建价及移转 出估后年初政府要投入三千九百亿来收买高铁 之后再重新招商或成立国营公司 高铁局表示政府除了得掏出三千九百亿 还有面对高铁公司求偿的三千亿 高铁公司提出来的三件不可抗力阻碍情势 那这三个案件呢 高铁公司片面的主张金额是三千亿左右 算一算政府等于要拿出将近七千亿 才能将高铁转为国营 敢在最后时刻端出B计划 交通部就是希望促使立法院 同意高铁的裁改案 但交通委员会国民两党的意见还是很多 高铁是一个BOT的一个最大的错误的 一个BOT政策 所以藉由这个机会 其实想办法把它接收回来 也有立委坚持高铁应该要先降价 再谈财务改革 高铁到底会依交通部的规划 进入财务改革程序 或是先宣告破产由政府来接收 最后一周还是充满变数 记者林正午张国良台北报道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